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 今天是12月30日 今天亦是期指結算日 由於是期指結算 所有的期指一定有些是古怪的事情 當然今天就大幅升上來 包括了所謂新經濟股 很簡單的 之前的時期之中 因為做這個是12月市的人 是未有預期突然之間 起螞蟻等等的事情 其後阿爺都出手追殺 因此不含難就要全滑下來 全滑下來的時期之中 要留意一件事 昨天其實有一個很大手的外國基金 是在沽騰訊 為何要沽騰訊呢? 有幾樣東西 第一,特朗普說一月的時期 朱中維等等一件事 明年的時候要不准做買賣 第二件事 也有一點的成功 阿爺又要打壓 所以找得到中美夾擊之下 這個就是沒有法子了 就會跌下來 跌下來這一種發言 是很多發行衍生工具的建商者 是未知所能預見的 來到今天期指結算 很多衍生工具都結算了 無論如何都要做點功夫 所謂夾手夾就夾上去 夾上去的時候 你看看今天 成交會不會多? 今天成交不會多的 估計 因為還是下半週 不知如何 即是你現在已經看到 去到這個 十二點鐘之後 即下午的時鐘 這個是十二月的期時 或者是因為一字平堅黃 不升不跌 即使是怎樣呢? 即使是說 你看看這個期指 看看是明年的一月 是如何升不升 跌不跌 至於其他股價 我想升完之後 下半場都應該打橫行 原因就是定了 做了價格去這個結算 就收工了 因此在這點裡面來說 其實我昨天說 喂 是月圓之夜 人郎出來變化 其實說是這麼說 最主要有件事 是結算 年結、月結、什麼結、物結 都要在這裡結完 因此 無緣無故 美股昨晚也是 先高、後低、錯下來 最主要有件事是怎樣? 現在每個美國人都要等黑錢 等爺爺派錢 去接制 拜登普就益些人 想最後做一場好戲 我派二千元給你 誰知他自己的同僚 即是共和黨不爭氣 只是說派六百好了 六百元是不夠 現在已經沒有了差不多成年收入的很多美國人 支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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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況今年的冬天 冷到秋斤 因此真是好說不好聽 買炭都不夠 好了 既然是這時 將我怎樣做呢 其實可以很簡單說 明天就跟大家分析一下 明年的市場是怎樣看的 明天主要是講講市的大方 好了 講到今天 十二月 其市這裡 反彈上去 日線圖上面都說 它跌到底時 反彈上去 反彈上去 一定摸上頂 今天摸上頂 摸上頂 頂之後還穿不穿呢 可以穿的 可以穿的 那穿多少 穿到二萬七 以至二萬八都可以的 二萬八之後就要提提了 這個明天再講 有朋友問 中國海外發展 唉 這隻股票真正很可憐 我都認為很可憐 真是 一隻很好的股票 借貸不多 做這個發展的等等一件事 是依足阿爺的指示 阿爺還沒畫三條紅線 他完全沒有過界 那你想怎樣呢 一隻這麼好的股票 不過股價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叫中中直直 終須黑食 奸奸攪 攪著日日食蝦攪 這個世界很多樣東西 在日線圖上面還死 不斷地跌跌跌跌 都不知道跌到多少 他不差的 利息有六厘多 嘩 市盈率三點幾倍 那怎樣搞呢 沒有法子怎麼搞 不過我又覺得有得搞一下 因為這個月線圖是特別拉闊的 拉長 由這個大致上 是這個6元左右附近 一路會升上來 升到29元 30元左右 那這個在2004年 2005年一路會升上來 那如果真的要做一個大調整的話 有幾樣東西 第一會離開這些位 這些就是15 或者來到這裡大約13 所以我估計他 如果他現在16.4號 落到15元的話 如果有機會落 不怕倒閉一點點 起碼我有六厘息 喊六厘息的話 很多人朋友說 喂 我想做一些高息股 那這隻也是 是咯 不過會有一件事 他可能會給你虧假 短期虧假 那再跌下去 相對息口將會越來越高 那當然 高到某個階段 他不會再高了 難道給你100厘息嗎 那去到這點 這個是我們值得 我又反而覺得 除了觀望之外 如果他真的有機會落到15元的話 不妨是倒閉一點點 那當然了 他是不是一定落到15元 不知道 可以到這裡已經反彈下了 這就是兩個月的日線圖 順而光能 是一隻最近 經常被投資者提及 亦都經常被人說 因為光這些新能源的東西 完全都被人吹捧得很厲害 那麼 資金是有流入的 那麼順而光能去到這裡的時鐘 在周線圖上 我覺得它似乎是到一個沉頂的格局 因為這個是周線這一棍 大棍之後這個是小棍 在日線圖上 你看得到它更加出現了 它是藍色的下跌的跡漲 成交是很急速地萎縮了 我們只要說之前的成交 好像多了一點的話 這個是相對的 這裡最主要看的是 它真真正正的成交 這裡是多一點點的時鐘 這裡多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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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相對這些 整體是下跌了的 當成交下跌了之後 需要留心 需要留心 這個是兩個月的 因此我自己覺得 它可能是需要怎樣呢 是會跌回去 跌落多少呢 我猛來到這隻腳底下 大約是18元左右 如果18元跌不到 撈不起它 指不到它 那就要下來這些 因此 我的看法就是 最好還是先離開 因為PE已經去到49倍 派息是0.08厘而已 比亞迪股份 也是比別人說得很多的股份 也一定有大手買賣 因為大手買賣的定義 經濟通來講 即是每一手 是超過100萬的成交 就叫做大手 因此這些 是比較多了一點的 我們看到今天 比亞迪也有一點點上去 在這個周線圖上面 這一周是有一點上去上去的 不過去到這裏 已經見到高位 212見到高位 下回來了 它可以再這樣繞一繞 再升上去 即是升上去之後 要看看 是否還繼續可以保持 這裏這樣上升 若然不是的話 你就需要回落 為什麼會有一個考慮呢 因為它也是一個很低的 低位33元度上來 起這點 一個頂 兩個頂 三個頂 這裏如果是三頂 不破的話 下來的那一刻 都挺適合的 這個也是一樣 市盈率是119倍 所以市盈率是比0.06來 真是不知怎好 好 小米集團 基本上都是大手成交很多 小米集團唯一的好處就是 它現在有很多所謂的 還有些分拆消息上市 對這個影響是好的 即是市盈率五分三倍 現在你可以怎樣做呢 如果是有貨的 你可以是現在獲利 或者是繼續持有 若然你沒有貨的 我就建議可能去觀望一下 因為估計它 是可能去到這些 但32.95度 再上升的幅度不是很多 可能去到達34元左右 然後就會下跌了 在這一點裡面 就是33.7元這裡 這裡 之前已經建了高位 但是之後 已經是回了下來 會不會再上升 或者再下跌呢 我覺得如果再上升的話 那個幅度也不會太多 中國建材 在以前被人炒得很多股票 到最近 就是消息逆逆了 那最主要怎樣解釋呢 看這個圖就知道了 由14元 現在跌到大約8元左右 跌到8元又怎樣呢 看看 是不是同這些位 這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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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呢 若然是的話 會不會已經 到了相對的低位呢 下跌的幅度 真的已經相當多了 如果跌了很久 現在PE是5倍左右 息率還是4厘幾息 所以 是有一定的吸引力 現在它在這個日線圖上面 是在這個 碰到底之後 跟這個差不多以前 可以在這裡 可以幻想一下 是不是正在做的雙底 若然是這樣 我們看它 應該稍後期間 下個禮拜回來 即2021年 它應該升穿保利加通道的中軸 再跟著探上軸 再跟著就挑戰這個 所謂我們的 箱底 現在幻想一下而已 幻想一下而已 的項線 入口就是這裡 如果真的又彈穿了 將它怎樣呢 梁度升幅就由這個高位 以及來到這裡 梁度升幅 上去 那就去回到這個14元 嘩 想一下都開心 是不是 所以這一點 可以去考慮一下 是不是8.6 或者是8.6 那時候去吸納 為什麼是8.6吸納呢 因為這個 保利加通道的底部 是8.54 你不要看見它要轉底 你看見它接下來 8.6左右 然後倒閉 以這個8.5左右 來做這個是止蝕位 所以今天推介的是同一企業 中國 很簡單而已 這些東西主要是賣飲品 來需股 賣這個等等的 麵食等等的東西 那這個股票來說 大手過100萬來買的人不多 那全部都是 就是西哈姆如哈姆 最多給你99萬而已 不會是100萬的 那起這一點呢 就沒有所謂大手的成交 那沒有這個影 沒有這個大手成交 又沒有這個好處呢 是好的 沒有了一個大戶在那裡 一吹谷呢 第一 它當然然 是不會是很急上 同樣 亦都可以看到 它如果真的打得到上去的話 它真真正正是有實力的 我們現在看看圖方面 在周線圖上面 它來到這些 這是之前的低位 之前的低位 去到那時候好像白飯 現在你出去吃飯 多少錢呢 不可以好像我以前讀書的時候 一元一碗白飯 是不是 有時候還可以 以前我年輕的時候 還有五元一碗叉燒飯 沒有啦 那這個就是說現在白飯 那時候呢 通界你都大約是10元 8元 或者更加高 那去到這個底 就如這個底 然後就挑戰過來這個8.8 這個高位 這個高位 如果挑戰到之後 就將會怎樣呢 發達了 這個8.8 這裡5.8 所以中間就是3元 8.8的時候 你再加3元上去 就將會就是11元 當然這個發達夢想 是可以去想想 不過你先去到這個8.8 未升千8.8 就不要跟我再說13元了 不過由於這個形態上 是可以想想 是可以向好的 首先第一件事 找一下 試一下這個通道 這個頂部 試一下這個 頂部這個多少 7.8 7.8的時鐘 差不多8.8 8元左右 再跟著就上來試這個 這個8.8這個位 看看 如果現在現在吸納的話 就要找這個大致上 是三毛指 你對是倒倒 它市盈率是19倍 不算太便 也不算太貴 它息率由4厘 屬於一個所謂的 盡可供退何售的股票 這個就是日線圖兩個月的 這個就是日線圖兩個月的 跟著看看這個 這個曾經是推介過的股票 這裡當然 我再說說50 50的時鐘 我曾經在一個 四十幾的時候 說過 後來也有朋友去問 時鐘 我也有說過一下 這個50 應該是前一兩天左右 我看看 有沒有呢 找回50 有沒有50說過 有 好 這裡 當時是2.7 我認為 我當天第一次推介 是1.4 我就叫過8 是食壺 然後這裡2.7 我亦都覺得可以看好 下跌了2.2 就要獲利 短期阻力是2.8 我不知道目標位是甚麼 這裡一定要再講一點 希望大家留意 現在國內 有一批人 不容易再打電話 告訴你 入境事務處 說要你查你的證 又不會告訴你 你的電訊 將會被人停止 因為這件事已經講了太多 都沒有人聽 我今天還收到這樣的電話 我第一件事 我等於叫人 然後我就按回頭 我就開聲 告訴你 你是騙子 你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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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收線 為甚麼大家要這樣做 不是跟他玩 是要告訴他 你騙人的東西 我們就知道 他們由於找不到食 就開始要看一件事 不知道為甚麼 這一兩天 這個團伙 他就開始說 五零汽車好 五零汽車勁 五零汽車勁 五零汽車勾勾 因此 昨天 一炒 炒到四個幾 定凳 就殺回來 這個是他們做市的方法 他就叫人去買 然後 沒有給你指示位 沒有給你目標位 然後就殺下來 然後我這個看的 不要多 你兩個 兩個七度 到時之中 阻力是兩個八 你完了之後 那你就起兩個八 或者附近 就定住 這個 定住 要來做這個 升過阻力之後 就以阻力來做這個 這個 這個 那個 是指示位 好了 或者指站位 那就這樣做 或者 如果你看到 一支股票 可以是 之內升三十幾% 由三個幾升到四個幾 三個二升到四個幾 這個 根本是大家要考慮 無論哪個介紹的都好 一定是不正確的 他們就是這樣利用大家的一個心理 勇一下勇一下勇一下追上去 要記住這個股票 股票 我可以介紹的事 只不過都是一個一個半 因為它還有更早的價錢 我未找到它 它也未能這樣發揮 這一點我們沒得好說 來到這裡之後 所以大家應該知道 股票我們可以追求一個 是合理的利潤 不要追求一個超利潤 一日之內能夠升到三成的股票 九成九 如果不是因為有一些特殊的 如果是收購合併的消息的話 這隻都會有陷阱的股票 希望大家 而五零汽車這個事件 你要作為一個教訓 那之後是不是五零汽車 又不可以投資呢 不是的 是可以的 一個真的有車仔出的 問題就是 什麼價錢 什麼位置 記住 做汽車或者做什麼 電動車在中國是很容易的 只能夠持續去賺錢 就絕不容易 好多謝大家